我们先关心一下有关疫情的新闻 又有家属确诊 昨天指挥中心报告说 有一位华航机师的家属不幸也染病 扩大对机师检验血清抗体 发现早就有状况 因为在扩大对机师进行血清抗体 採检的时候 再找出三名未曾确诊的机师 但是身体上已经有过去染病 留下来的血清抗体为阳性 但研判可能是数月前就曾经染疫 专家认为这代表华航机组员 有隐形传播链 隐形传播链工位学者认为说 这是一个相对比较麻烦的事情 它不是显性的 它传染的途径 以及传染来源 可能都要打上很多的问号 所以这个隐形传播链会变成是 我们在这个抗议里面 一个新的共同面对的课题 不过专家来说 应该仍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所以这个隐藏传播链 好 这个隐藏传播链 大家应该都有高度的理性态面对它 可是在政治部门对这个议题 似乎有不同的见解 前几天台北市首都的副市长 黄珊珊批中央特别指挥官 指挥中心说 台北市的师生有到过清真室 最主要是指这个台科大的同学 因为有些外籍的同学 他们的宗教信仰 所以也有到过这个染疫的机师 在进行宗教仪式的台北清真室 那陈时中对黄珊珊提出的批评说 不要太不满 你不不满 好 到底什么事情 这个指挥官跟副市长 这边有没有什么不同立场 或者什么交集 黄珊珊在那天上午受访时说 这件事是早上看到新闻才知道 我也很驾驶 也就是说 他不是透过所谓政府公部门的通报体系 知道说台北市的台科大同学 有到染疫机师出没的清真室 这边可能有一些接触 他说我是看保证 看电视台跑马 我才知道说我很驾驶 因为照理来讲 北市的疫调是由北市卫生局的处理 但他们看到新闻跑马 当时才知道这件事情 学生在北市到底有多少人有接触 需要做哪些疫调 都没有接到任何通报 这是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 首都副市长对这部分 对指挥官提出非常强烈的质疑 那媒体就去问当天的指挥官所召开的 下午两点的记者会 媒体问指挥中心要通知 是你们指挥中心来通知 还是由教育部来通知 到底谁来通知 陈子冬指挥官说 台科大部分是自主健康管理 基本上防疫是中央跟地方互相合作 请副市长不要太不满 不过在法律规定里 地方主管机关接获疑事传染病 报告或通知时 相关检验确诊结果 当然都会通知地方 地方应该迅速启动 检验确认传染病来源 或回报中央 主要观意识是说 检验到有也是你地方 那地方自己就应该往上报 可是黄珊珊是说 如果是中央查到的 你是不是应该往下通知地方 所以两个说法实乎没有对焦 我们到底都往下去去看 这个争议在面对新的疫情的时候 应该要怎么形成一个 制度性的规范比较好 陈子冬强调 足迹的公告是根据地方报上来的 相关足迹来决定 是你地方报给我 我来做决定 哪些对公众有影响 哪些要公布 要公布疫调结果是中央 但疫调本身是地方 要不要公布是中央 但疫调是地方做 所以这黄珊珊这部分 可能有一些不同意见 当然中央有接到任何情报 也会跟地方沟通 整体这是中央跟地方 合作的模式 指挥官陈子冬再次强调 这些师生 他们感染病的几率 非常低 目前没有考虑到 狂烈当天参加活动的人 并隔离 现在情况就是 自主健康管理 只要有症状 就及时回报了 先救浇一下保真 副市长到底在抗议什么 在不满什么 如果用指挥官的语言 来听你的意思 我今天看到新闻报导的时候 我更驱惑了 我看到一个报导写说 就是昨天指挥中心有提到 其实关于台科大的65名的学生 去过清真寺这件事情 他们也是看新闻报导才知道 我就想说 所以现在第一线去查到的是记者们吗 这是我还蛮shock这件事情的 对那所以我觉得有可能 当然中央跟地方绝对是要合作 中央如果第一手消息 即刻的可以跟地方来做一个联系 那当然地方他也有义务要去把当地的一些可能疫调的状况 他要去把他做确实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可能就变成说到底是谁先发现这件事情 那你确认地方没有先发现 那最新的报导说中央也没发现 看起来大家都见报才知道说有台科大六十几名同学去清真寺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件事情又要再回到 其实柯文哲市长他这几天有提到的状况 其实航空的机组人员他很有可能会成为破扣 因为其实他是常常要到国外去的 但是他是在跟医护人员比较起来 他是在防线以外 医护人员相对还在防线以内 在国内的防线里面 但机组人员他们是在防线以外的 所以你说机组的这些航空人员 他们是不是更应该要来做一些接种疫苗的动作 除了医护人员之外 其实他这些航空人员是必须的 那我们另外再讲到 因为其实我们一般的国人 可能你进出国门的话 进来的隔离时间14天 到外也是14天 那我们就发现航空的机组人员 他们进来之后 其实他们是不用满这个时间的 他们是有个特地的 另外比较缩短的一个时间 因为方便他们可以去做飞行 但这个问题就很可怕 因为其实之前有一阵子 大家都在讨论说 是不是应该航空的机组人员 也把他们的一个隔离的时间 自主健康管理的时间 也把他拉长 跟一般的国人是差不多的呢 但这件事情后来 好像后续就没有太多的一些 相关的消息出现 柯市长有公开提出 这样子的建议给指挥中心吗 是我觉得他 因为其实这一次他有特别讲到说 这个其实大家应该要去关注的一件事情 那黄珊珊副市长提出不同意见之后 指挥中心也做了相对的回应之后 那目前中央的指挥中心 跟台北市政府之间 有没有未来在特定个案上面 或是整个系统性上 有一个一致标准的SOP 我爱把什么人捕 什么人要把我捕 有没有达成这样子的默契 或是一个已经成文的做法在那边 我觉得说老实话 我觉得现在成文的做法 我自己判断应该是还没有 还没有 我现在因为我现在 怎么可能 SOP早就在一年 但我觉得这起一年 陈志东不断想要说SOP是有的 他比较认为是黄珊珊 很像没有弄清楚 可是黄珊珊的说法 也认为说我们都是剑爆的 那到底我们从平面的角度 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所认知的SOP 它会有 但像这一次这么离奇 两边都说是剑爆才知道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接下来 可能政府两边的政府 就是中央跟地方 我觉得要再去讨论说 关于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后续上的SOP 又该如何去做一个订立 因为一般的SOP 绝对是有的 但这一次这种特别的案例 这种情况 到底后续该如何处理 到底算中央的职责 还是算地方的职责 还是两边该如何去沟通 把这件事情给解决 我觉得 其实昨天陈志东部长 他讲的也没有错 就是没有想要防疫的口水 我觉得任何人 都没有想要防疫的口水 但这次其实柯市长也讲了 这次让大家肾上限速 都提高了这个很焦虑 因为怎么会发生 这样子的事情 搞到大家都不晓得 这些疫调的情况 到底该由谁来掌握 我觉得这件事情 中央跟地方后续是应该再去 建立另外一套系统 那目前有没有进一步说 做下来好好沟通的事情 已经在进行当中 因为首都跟中央 事实上都在台北市 事实上广义上来讲 应该是一个没有围墙的 两个办公室 应该可以立即展开沟通 你们形成的 未来的标准的作用模式 会外溢到新北台南 高雄等等地方去 所以大家都在看 那目前这样进一步做下心平气和 就问题解决问题的沟通 已经发生了吗 还是还没有 还是大家互相在用脸书 用报纸在对话 别说烧麻 我听人意见 我觉得这件事情 应该市府他们那边会比较 即时掌握这个状况 因为毕竟我不在市府里面工作 但我认为可能没有到这么快 因为其实在这两天 大家都处在一个 有点焦虑的情况 想说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还在一阵混乱当中 但我相信后续两边是可以再去进一步的去做一个对谈 然后甚至我觉得不只是台北跟中央之间 是各县市政府都有可能会碰到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有一套比较制定的一个系统 然后是可以让中央跟各个县市地方政府 都能够一起来遵守 OK好我不说中央比较伟大 但是在指挥层级上面 你认为台北市政府应不应该take initiative 我主动我来找你 因为问题发生在台北市 我们基于服务市民 我们跟市民更接近 在指挥管理的层级上 我主动来找你谈 我觉得解决问题是老百姓现在期待的 蓝绿要共同抗议 但是如果这个问题还是停留在说 我看你的姿势怎样 我才会调整我的姿势 你认为台北市政府是不是应该 主动提出沟通的这个管道 其实我是认可这件事情的 我觉得因为毕竟这次发生在台北市 但我觉得北市府他一定有自己的责任 中央跟地方都有各自的一个责任存在 所以我认为如果是在北市发生的话 但北市府他可以主动的去跟中央政府 或是我们讲到跟指挥中心 是不是我们接下来可以来好好的谈一下 到底接下来这种例外 或是这种案例 我们该如何的去做配合处理 所以你也认为说地方政府 我不是说中央政府有无上的权威 但是问题在哪里 就有那个地方应该主动发起改善的诚意 我觉得这个是我学管理的人 我会非常尊重地线人的感觉 我发现问题在这里我先来解决了 来一个集市新闻他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桃园有两个学校的两小学生 为染疫机师的家人 目前两班停课到5月4号 西门国小进行紧急的消毒 这几天民众党这边特别是主席 因为柯文哲 柯市长本身是个医师 他过去有一句很经典的话说 我不相信陈时中 我相信陈时中后面那些人 他过去台大那些朋友 这个柯医师跟陈时中陈医师之间 两个有一个说不清楚的一个隐形的围墙 隔在中间 我不是挑拨你们 防疫大家都讲说上下一条心 没有蓝绿的这个什么隔阂 或是民众党的隔阂 可是我老感觉这个隔阂是存在 尽早把它解决掉 因为防疫已经进入关键的下半场 上半场很漂亮 下半场才是胜负的关键 这不是笑任何人 大家疲都崩解了 柯市长在他脸书说 请中央尽数提供疫苗进口的实陈数量种类 包括说你要尽一个牌柱冷链 我要准备 我要抄微信价 什么一个便宜 要把什么负70度的什么 储存东西等相关资讯 不要让地方在资讯不清的情况下作战 他脸书写了一篇 点阅率还蛮高的 让地方蒙着头作战能够赢吗 他今天一起传到台科大陆水位师生 跟华安阳疫机师在台北青春市一起做礼拜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直到现在 都没有接到中央通知相关资讯 北市根本难以进行异调了 都没有接受这资讯 这个问题 我就要厘清 我不是说柯市长一定对 但中央如果有资讯的分享 也应该让大家知道 另外这两天媒体报导 中央正在招标疫苗冷链系统 推测莫德纳辉瑞疫苗就要进口 到底疫苗核实会到 数量多少台北市完全没有相关的资讯 也就是说面对Covid-19这个敌人 我们竟然像是蒙着头在作战 防疫资隆作战 资讯不清 分兵作战是大忌 台湾不可能永远锁国 打疫苗也不是中央一纸公告 地方应该立刻应变 要有资讯要有时间才能准备好 请中央尽数提供完整的疫苗资讯 地方才能有效的执行疫苗接种 确实提高接种率 面对可能形成的隐形传播链 也请中央提供清真室预调所需要的人员跟资讯 不要让地方在资讯不明的情况下作战 委员 你是一个很公道的委员 这个事情 听你一个意见 解国问题最重要 马来马基 不是说不能消磨 不能不一样 但是将来要解国问题 听你的意见 所以我们等到问题 我们先搞不清楚状况还是先不先去 OK好 这就是两种不同的 以前我做洪山市长的时候 我那有登革的时候 也是有成立防疫指挥中心 那有一些是中央他们自己开的会议 有一些是我们地方开中央会派人下来 是 所以就说他这个中央跟地方衔接的管道 SOP那一定都会有 所以你就说中央先发现通知地方 或是地方先发现通知中央 其实这个就是大家互相 所以这个双向的轨道 对你可以看桃园部署医院 那个时候大家也紧张的要死 但是中央跟地方配合得很好 就大家也担心了两个礼拜 那终于把这个事件平息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口水 所以我是觉得黄山山其实不必要马上生气 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先搞清楚状况 所以我就说这个部分 我们应该是了解 这个机师到底他接触的人 我们赶快要跟中央一起讨论 现在我们后面要怎么做 所以我是觉得先生气 跟先搞清楚状况 然后厘清楚后面要做什么事 这个才是一个真的我们防疫要做的事 所以我是觉得先放话 然后我总是觉得不妥 所以陈时中也才会讲说 那个黄山山不必太不满 太不满 因为搞不好我就说谁先知道 搞不好真的是记者先发现的 当然就是说这个线 我们先去把它搞清楚状况 但是我是觉得不同的政党 大家先用防疫四同作战 我们一起来作战的角度 至少你觉得不要先生气 我就很简单 很多人遇到事情就先生气 我们遇到事情先搞清楚状况 然后判断要怎么做 这就是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我是觉得第一点 这个我要呈现的部分 那第二个刚科匹提大 就是说这个疫苗的所有的资讯 事实上我是建议 我个人我是建议 这个基斯应该要全部打疫苗 因为它是属于高危险群 那当然就是说这个部分 我也不敢去善自作主 说怎么样才是最对 我们还是尊重疾病指挥中心的 的一个指示 因为毕竟科匹讲的 他们不见得先行性程式中 那是背后的医师 医疗群 顾问群 事实上在这一阵子 我们全世界 台湾的防疫 真的是杰出的表现 所以我是认为就是说 有一些东西我们大方向 作战 作战指挥官知道所有的事情 作战底下的所有的将军 所有不同的师 他不见得知道所有的资讯 所以其实还是指挥中心 是说你今天疫苗的分配 大概是怎么样先后次序 把它分配好 那地方要做 地方首长就是说 当然我所有的疫调 我就是配合中央指挥中心的 一个互相的联系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 这个部分 还是大家少一点口水 OK 就说刚刚我提到的 这些SOP 这些 大家真的互相 就像桃园跟 不熟悉跟中央 突然发生这种事情 大家怎么应变 把事情处理好 这才是最重要的 OK 事情怎么看 刚才这个委员提出说 先不要发脾气 先厘清状况 那柯市长也透过他的脸书 表达他很多的 觉得说很像台北市政府 在这方面想要跟中央配合 可是却没有得到明确的指示 或是资讯的提供 人员的配属 包括说根本是一个蒙的头在作战 你认为市长是不是也已经开始在发脾气 还是说没有 市长讲的东西 中央也应该多一些 请听听听的意见 柯文哲本来就很爱发脾气 时不时就在那边东骂西骂 我觉得就是说 地方跟中央一起防疫这件事情 其实台湾已经run了一年多了 所以现在冒出这件事情上面 冒出这件事情上面 我觉得完全无法理解 那卫福部的讲法是说 事实上中央通知了台北市政府卫生局 并且中央跟卫生局的人 一起到了清真寺 所以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黄珊珊的确没有搞清楚 没有联清事情 然后就开始发脾气 那你要去问卫生局说 是不是真的这样子 你有没有到清真寺 中央有没有告诉你这件事情 如果你知道了 然后你还出来发脾气 那就是台北市政府的不断 在资讯不清的情况下 先发了一顿脾气 对 所以我也觉得 哇两边的讲法完全不一样 那可是 因为本来 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时不时在不同的县市 都有这样子冒出来的个案 那其他县市都可以处理好 为什么台北市政府要发脾气 我也觉得莫名其妙 那至于疫苗这件事情 疫苗 陈时中昨天也回答了 就是说现在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来 然后我们透过国际的组织 分配到的是分批会来 那至于分到什么时间点会来 并没有 同时像上一次来的这一批 也是突然间就告诉你说 哎呦我们会来多少多少批 而且还用韩行三个半的头条 所以来的时候中央会知道 中央也就立刻告诉了大家 那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我也不知道说 那你要怎样 当中央没有接到多的讯息的时候 他要怎么告诉你 所以您认为说 中央是因为没有讯息可以提供 不是有信息我不愿意提供给你 怎么可能 那陈时中为什么 他现在民调这么高 满意度这么高 他是有什么必要挨你骂 他为什么要特别去挖了一个坑 让自己挨你的骂 他没有这样子做的道理 那另外一个层次是说 疫苗这件事情到了之后 还会经过这些程序 然后才会分批给大家去打 那所以我 他要到食药署拿药证 什么封肩作业 然后的确在购买的过程当中 我们之前也曾经讨论过 是不是有一些奇怪的干扰 我不知道现在的最新状况是怎么样 看起来我们并没有 去多争取到更多更多 现在就可以拿到货的疫苗 那在这种状况底下 一直强迫人家说 你给我讲 什么时候会来 我觉得有一点强人所难 OK了 特别人 我还没给你们 看到我们的个人 也会懂你 可以有什么事情 你要做人 嘴俩 都可以 我让你把人 多给你的 你 这种状况 都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